这个是在咸鱼上收的小学生自制盲盒 这两个是一套50块钱 然后这个是100块钱这一点东西 我是看它画得很精美 但是我没想到实物这么小 你看这个画得真特别好看 底下这个是我差点被骗之后 重新补拍的一个 这一盒也是50块钱最新配的 还有不少赠品 咱们从头拆一下吧 我差点被骗是有一个小学生 我拍了50块钱 他给我说包邮 然后又给我要运费 给我发货以后怎么的 他说钱到不了他那儿 要求我微信给他转账 最后还给我发了一个截屏 他给一个声称是运达的人 转了两块钱 然后发了自己的姓名和手机号 就说他发货了 我说你单号呢 然后他点了一个面胶 这个盒子原来像是个手势盒 哦 蓝扣 蓝扣 这里面是一小团棉花放 哦 这是黏土还是软桃 黏土 这个还挺精细的 是一个小丑 头发也挺枯炫的 我要求平台申请退款嘛 然后他给我拒绝了 他非说发货了 要单号没单号 要啥没啥过发货 一直坚持要求我家微信给他转账 他说这个钱到不了他那儿去 然后发的话也是颠三倒四 我也听不明白 这个像是一个隐形眼镜盒 里面是一个花朵 也是黏土的 还可以吧 哦 他一直坚称快递给我寄了 还要求我给他退运费 他给我截图的是他和运达的老陈记录 然后他给我发了一个中国邮政的取件码 我当时差点信了 我想说不定人家是小孩 不懂这个是咋回事呢 然后我又转眼影响 你给我截图运达 你发的是中国邮政 你是记件 你给我发取件码 也就是我聪明 得亏就是我聪明 这要是隔别人肯定就被骗了 这个里面都是小黏土玩盒 还行吧 里面塞了点闪闪的拉菲草 这个小纸盒子也是自己叠的 哦 里面也是 都是那种黏土小甜点 感觉像是回到了小时候 郭家家的那种感觉 这个是惠灵顿牛排嘛 这个是柑橘 柑橘披萨 这个底盘都挺像披萨的 看第五个 哦 这个盒子应该是固体就要粘的 挺容易散的 我想起我小时候也会做这个东西 然后还会做那种抽奖卡片 给自己的朋友这样互相抽着玩 这个乐趣一直持续到六年级 我们就不玩了 可能是因为成熟了吧 还算是挺精美的 都比较小 这个有点像那种海螺 水果甜点 上一个是黏土专场 咱们这一个来看手工专场 这三个75 25一个 它那个图片拉得很近 我还以为像拳头般大小呢 确实是婴儿的拳头般大小 这里面不会就放了一颗糖吧 诶 这个还挺好看的 表面还上晾油了 手工痕迹确实很重 有很多毛屑都粘在了这个晾油里头 这个倒是挺可爱的 比上一个要做的更精细 风格更好一点 这个贴纸你看周围像是有一圈阴影一样 这个也是纯手工画的嘛 还挺好看 你别骄傲了 拔呗 这个是羊桃吗 这个就是一棵小草 王冠吗 玉带 王冠必必成其重 这个是 这个有点像那种 那种之前我看那种大老自治吗 和自治的那种冰箱贴石素黏土的 有那种感觉 这个工艺还是比较精细的 就是它这个晾油底下实在是封了太多小细毛毛了 这个是赠品嘛 送了几张贴纸 这个也是25块钱这一个 这个画的确实很精细 里面就是几张贴纸 这就等于花钱买了个空壳 花钱买它的手艺 这盒也是50块钱的 放了一点拉菲槽 很草率的拉菲槽 赠了个黏土的热狗 还赠了个果蛋皮 哦 还是来一份的果蛋皮 50块钱买了这6个 哦 里面还有一个小包装 这是五花肉配后蛋烧 这个我感觉还不如一些泥泡 上面赠送那个黏土配件精细的 这个还送了一个金元宝 我之前做泥填充物的时候 想买这个东西的 哦 它的这个黏土做的实在太草率了 果然一分钱一分货 盒子大 但是黏土比较草率 这上面都是 哦 广东宝宰饭 这个字是不是写错了 刚才是报复鸭盲盒 还有一个吐司面包盲盒 广东宝宰饭里面是一个菠萝包 一颗香菇 三个肉卷 这个是波波煤盲盲盲 感觉像是他自己平常买的一些小零件 塞到里边了 然后这个也挺有点 这是草莓味的毛毛虫面包嘛 这个是冰淇淋盲盲盒 我突然想起来我昨天去超市买了个雪糕 然后他那个我顺着冰柜找了一圈 没找到价格标签 结果付款是一扫码8块钱 我可记住他了 雀巢翠翠砂冰淇淋甜通65克一个卖8块钱 营业员看我一脸为难说 要不姑娘你去换一个吧 我说算了吧 回去都化了 结果我截完账出去三分钟的时间 冰淇淋化掉了一半 吃完之后回来 发现小腿上还滴着一滴巧克力液 这个是甜品吗 一颗草莓 一颗 天呐 就很草率 非常的草率 草率至极了 开完了 开完了 是一个比较迷茫的体验 也还可以 就这样吧 拜拜